大家好,我現在給大家演示一下一個透明皮面拖鞋的上面一個圖案的實操演示 我們先把產品按照之前在平台上面打印好定位 放上產品之後 把平台上升到最高 然後按下連接鍵 讓機頭自動識別打印高度之後入位 然後就可以在電腦上進行任務的發送以及一些參數的設置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這裡這個菜單 layout這個菜單是一個主要是調整的是一個打印位置 在平台上面的一個位置 我們這裡是40次零 然後這裡是printer的設置 一個是打印機的一個設置 還有端口 然後分辨率 單方向 還有一個顏色的設置 顏色設置 這裡設置的是一個噴沒量 這裡14-0 通常的噴沒量大概在10%到15% 我們下面這個是一個亮度和電腦度的一個設置 還有這裡是一個白沫效果的一個設置 我們點一下白沫越南效果 這裡可以能夠看得到一個全部填充白沫 一個景在顏色地方填充白色 然後更加顏色深淺填充白色 好,設置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點白沫 這裡是通過設置 打印白沫跟彩墨 在這裡設置 我們首先先打印的是彩墨 我們這裡把白色設為一彩 也設為一 白色設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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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點擊打印 然後點擊打印 可以了 然後機器就會自動的開始打印了 這些是我們剛剛已經打印好的一些成品 這個是有鋪白點的效果 這個都是非常清晰的 看這個是透明的效果 就沒有 然後我只打了一遍彩墨 沒有打印的 就是這個效果 這邊也是敷了白點的 然後這邊機器已經開始打印了 由於時間的關係 就 只介紹到這裡